各位好,12号,星期一 都不能不继续讲这个47人被捕事件 奇怪有几个又不用继续续报 不知道是什么事 消息就不太多 不过怎么分析这件事呢 法律的东西我慢慢都不迟 我觉得和法律风马牛不相及 但是即时新闻呢 现在是差不多四点半 都未知他能否保释到 我想如果他是能保释到 他就排期四月的 他根本就不用昨天突然抓了他 当然是想经法庭说不保释 想扣押这班人 我觉得是这样 但就因为中审那五个继帝 弄了一个案例 他说nek wary着 Players 可能继续防便国安 这群死狗,泛民这几个月来都是死气沉沉 我们经常希望有什么行动有人发动 不一定有打架的事件 找人一起去中环或者上獅子山穿黑衣服 都是抗议象征性的活动 没有人提议,隐欲负重 人家越踩越入 完全没有防迫泛民 拉人一件又一件 现在再将你们扔进监路 借头借路,多数是 看看是不是,会不会突然改变主意 如果突然改变主意又给你保释 那为什么不等4月8日呢 过停的时候才给你保释 一个月而已 为什么突然抓人 再抓,然后一晚又给你保释 法庭又给你保释 完全是呜呜呜 不知道他干什么 但是呢 今天呢 我觉得有些气势 香港人有些气势 因为有一千个市民 看新闻而已 刚刚看到了 穿黑衣服 没有人呼吁的 我也不知道有这些东西 有 我不是呼吁他穿黑衣服 今天我每天都穿黑衣服 大家都知道 问题是没有人呼吁 依然有成千个市民 香港人真的有情有疑 你这些泛民不敢动也好 支持你 很多知名的人都去了 可能我见到一些热湿的市民 社运等等 拉起横页 抵抗政治反之旅 这都不是最令我触动神经 或者是北京触动神经 你这些香港人也是这样的 在那里哭 哭饱了 而是各国的驻港代表都去了 在西九材 现在说的 《独立媒体》的报道 在西九龙材本署外 欧盟驻港香港办事处 副办事处主任 Charliss Wadey 和两名欧盟外交官到场 他直接说 欧盟27国欧盟外长 早就已经表示 密切关注民主派被检报 因为《国安法》 也发表声明 表示极度关注47名 47名民主派被落案理所 他指出 今天到场希望可以传达 港人自由必须被保障的讯号 他说明的 我来是支持的 我来是表示外交行动 表示不满的 不是就这样来八卦 吃完早餐上来看 他是有意思的 这些大家要微妙的 这些外交动作 大家要微妙 当然要约定的 其余代表到场的 包括美国 英国 加拿大 加拿大 及德国等代表 法国都应该有了 那 昨天已经发了一个声明 是欧盟发先 反而不是美国发先 那这些 这些 说这么多干什么 好像没什么用 这个大棋盘 这些香港是个棋盘上的棋 但是呢 香港是个小棋盘 香港人 港共 那些 我们民主派 都在捉住个小棋盘 但是在国际上 香港其实是大棋盘里面的一个棋 那 第一时间 他其实就是表示一件事 我们没有忽视到香港这部棋的 给香港人一些信心 给香港人一些信心 就是国际关注香港 现在发展的事 我 几天一直看着 我认为 郭大大棋盘 老共 就是老杂 他经常看着老拜 他就是因为 上个月 你看个时序就知道了 还不肯和他谈 还不肯和他通电话 1月20号 1月20号才通电话 所以二月头就把泛民搞了 和大老婆 通完电话 通完电话 看来不妥了 继续迫害 落祸 现在就显示他准备落祸 即是说这阵 整个气势 不单止是中美 你发觉 连各国 欧盟 都是密密有动作 他 在大棋盘里面 有三个棋 是动来动去的 第一就是新疆 台湾 台湾 都很重要 香港其实是第三个棋 不是主力 但是现在随时出现高度关注的情况 什么改变这个格局呢 本来这三个棋 应该是长远是新疆 随时发生事的是台海 香港呢 我们继续争取支持 有些压力就可以了 香港人的角色 大约就是这样 因为香港的 当然 老公最好对付都是香港 因为 没有 没有什么压力给到他 会不会给到压力呢 如果搞两年前 现在停了连这个气势的抗洲运动呢 香港就会升上去第一位了 是完全可以的 你说恶国会搞 你用香港人打什么棋呢 如果你要搞 联合各国 由美国带联合各国 现在你不用联合 他都主动关注 这个能月呢 我说换了拜登之后 大家都留意一下 气氛是不同了 即是国际气氛 其他国盟国呢 以前就 哎呀你都歪了 你老 其他好像要被逼跟着他 大哥 大哥说开胎 我们要呼应一下 大哥说完话 我们就回应一下 你觉得 你觉得 其他一些 加拿大 国会 英国国会 欧盟 纷纷各自 有些独立性的去表态 反而是美国 老拜带队 本来就缩后了 上次都是美国 人权民主法 动先 制裁 现在 到今天 好像 一定有的 国务院 布林盟一定有东西 但问题 比欧盟慢 欧盟 昨日 已经声明了 出了声明 老拜的做法是 各位盟友 先 首先 我 压阵 你不要说 他有多少是 他整个事 他说要团结盟友 一起去对付中共 他现在真的做到这样的气氛 就是 不是我威了你 跟着我的小孩 我打你就打 我停你就停 他不是 你们先动 我跟着 这是一种 尊重盟友 团结盟友 盟友扮演更大的角色 欧盟有没有角色 有 英国有没有 因为有中英联合声明 其实基础都是 美国干预香港的事务 就是因为你不违反中英联合声明 中英联合声明 中英联合声明是中英 不是中美联合声明 为什么美国可以介入呢 都是因为有中英联合声明 中英联合声明是英国的事务 英国当时是欧盟成员 欧盟也是血浪于水 跟英国 所以应该是欧洲比美国 应该是香港的情况 现在 似乎 美国 吞口半部 其他 膀前半部 我们得到个 景体的感觉 全世界自由民 香港人站在反抗 所以现在 今天的气势 不错的 我觉得今天 不要只哭 死了死了 坐了多少年了 有段时间都未到 先判了 看东西要宏观些 香港人 那些泛民表现如何呢 他们在封口 大家在封口 都风高浪急 他在封口 那我们不可以期望 他表现得太勇敢 也不可以期望 他带队去 这个时候 发动什么社会运动 其实他们应该 因为你不发动 其他人 各个质质薄 那没有啦 质质薄之余 反而一般市民看不下去 现在觉得忍不住 不理太多了 出来去法院 按照计 隐蛇出洞 正在大派 限聚令告票 一人五千 警察敢不敢做呢 那么多外交官在场 你是不是派给他呢 当然要派上 外国人大一点 我提醒各位师兄 尊称你师兄 调令毅俊 我们这样的学问 这样的senior 我四十年前已经執法者 我叫你师兄 你真是不好意思 不过叫你师兄 醒静点 因为人家打电话 你都打 不是打给警务处长 打给北京外交部 你对外交官北京 这是国际事件 不要说你们这些帮板仔 这些偎俊仔 揹不起 你们的邓炳强 都揹不起才算 一定是你错的 有事的时候 没有什么技巧 你们做事 那你就百前莫变了 大家都明白 是不是 各位师兄都是醒目人 香港现在的形势 大家同坐一条船 上面叫你 下面你 尽可能搓搓搓搓搓 否则你自己在野 那好吧 限聚令突然没有了 千多个市民去法庭 我相当感动 我也没有估计到 有这样的气势 而相信打给的时日 都是继续这样的 你说 是不是应该泛民 有些反击呢 不要只是被人打呢 比如酝酿一下 不过其实民阵应该做 申请示威 你现在限制 四个人 四个人的示威 是不是 四人一早示威 我们很久没有这些东西了 你一搞这些东西 又说国安 你看你多少个啊 所以这个世界 一千人都在法庭 全部拘捕了 全部违反国安 你撑这些反中联港的 你就是犯法 那些左胶 那些蓝丝 那些蓝交的人 不断逻辑的 你为什么撑他们 撑他们 撑他们就有罪了 是这样的 那就是 为什么不拘捕了那些 一网成琴 一千个市民 全部拘捕了他 全部告 限聚令 中间有些鬼佬 你小心 总之 你分得出的 拘捕了外交官出去 然后就拘捕了那些市民 是不是这样 所以说呢 民心呢 这个很重要 就是这样 到今天来说 你只能够说 都有一些遗憾呢 就是过去那几个月 就是七个月 就是国安法以来 泛民是没有什么应对的 就是给到人的信心 也都不知道 甚至没有 就算给他们说一下 好啊 在Facebook自己说一下 应该怎么做都没有 提都不提 就太过紧张 太过石伸 太过希望拖过这些事件 就可以继续搵食 怎么知道越来越差 是不是 大家都明白了 九月算是 不去做 就是 不去做 没做 结果不做 结果 就是别人继续出招 别人这样 那之后你又没有了 一月一号又没有示威 是不是 隆岭新年 几个假期又没有做 搞过任何事 就是没有背后推动任何事 很多人想跟风 但是没有风可跟 大家静下来 释放最大线给老国 但是现在又兜巴掌握你 兜巴掌握你 拉完一锅一锅 忍辱不能负重 很多时候我都觉得 有些事情 要是学烧生 那他们正在学 埋了楼 随时准备走 我们面对这样的情况 本来就很暗淡 但是你看看又不是的 一般香港人 和国际支持你 是不是 那国际怎么支持呢 因为国际组阵 就说要提名香港人 拿罗贝尔奖 这些东西 你说又没用 早两天都说过 现在国际的重点 其实是新疆 新疆人权问题 昨天也介绍过 都是看这一轮旧意的新闻 加拿大国会通过了 新疆的 说它是genocide 政府就不说这件事 政府就避免用这些字眼 genocide这些字眼 就是杜鲁多避免用这些字眼 英国首相都说不同意的 不赞成去杯葛奥运的 但是国会通过了决议 他说不赞成 他就不投票 杜鲁多也不去国会 但是国会在他不到场的情况 香港一支通过就指控是genocide 欧盟早就已经就香港问题 不停表态了 欧盟代表了英国以外 整个欧洲的态度完全一致 英、美、欧洲都一致 对香港的态度 其实整个世界都一致 对香港的态度 台湾一致 都是在支持香港人 所以香港人虽然在低潮里面 但是你知道道不孤 一必有轮 其实我们大把全世界都看着 准备怎样 说到这里 我只是说 现在只能够和平 非暴力 但是都可以做的 是不是 就是突然间我们有一些 就是 同心的行动 就是心灵相通 突然间一起去做的行动 很多时候都是这样的 香港 香港有这些很有趣的特性 我在等这些时间 我从来都不会太害怕 死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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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我都蚀气了 蚀到尽的时候 突然间香港人就会爆些很厉害的东西 搞到我都很害怕 连我也害怕 跟着忍不住 我都要上街去看一看 参加一下 不要看 如果你走了去外国的KOR 这一阵子你当然有很多东西说 很多Hit Ray 其实你是miss了在香港 你身在此处的那个感觉 虽然我都不是每天都走上街 但是我更加没有这么热心去法庭 我很怕去法庭 但问题就是 我始终在香港出出入入 以及你在香港实地 即时看到这些东西 感觉是不同 以及你是随时可以去参业的 随时可以上街 你去上街街 比你坐在法国的那个 在德国的那个 帕文里面 蒙想香港是发生什么事 完全不是那一回事 即是你一定在现场 在台湾 你在豪宅那里 你猜啊 在猜香港怎么怎么 指点这些 完全是 完全是同一个离地 就是这样的意思了 所以留在香港的重要性是很重要的 那好吧 我们看这件事的发展如何 如果它是不给保释呢 那也是这样而已 每一次过堂 相信都会有很多外交人员 有市民 而且呢 你拘捕了 都不要拘捕了 拘捕了 只有泛民还有很多人 那些人就要想想 是不是应该责任 是吧 责任 做一些一致行动的东西 大家想想它 集思降益就最好 不要说是谁提議 不做事呢 不做事就是等运动 都没坏的 老老实实 你看整个国际大势 不如大家多点留意国际形势 我们就着国际发生的 各国准备怎么动呢 我们又配合它怎么动 早就应该是这样的 有些国际视野 而国际呢 你想不动呢 国际开始动呢 恐怕香港人 不做些事不妥 例如如果说 真的提名香港人 拿了诺贝尔奖 和平奖 这些 那大家怎么办呢 都不上街轻松一下 好像很肉酸 是吧 今天就不开心之中 又看到这么多黑衣的人 包括穿了很多西装 红素绿眼 穿了黑西装的人 去到法庭外面 大家永远保持一些 乐观的心态 是吧 多恶劣的环境都好